現在我們感受到 民間不管是收費員 或者是其他所有的用路人 這一把怒火 已經燒到交通部去了 所以在這個重大的議題上 確實是嚴格的考驗著 交通部的督導能力 還有危機處理的能力 要請教會評你觀察 你覺得合格嗎 而且交通部現在 每次被立委質詢的時候 他們就說 好 那這樣我們就來處罰 難道就是只能夠 一再的罰款嗎 沒有其他的殺手箭嗎 就是說就一如我剛剛 而且罰了也不一定叫 一如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因為它這個其實 是一個大概已經 進行了十多年的 一個重大政策 那現在其實大家 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如果這個政策 當時就是說 譬如說因為一開始 其實當時就已經 找了中華電信來經營 那後來是因為預算 被立法院給刪掉了 所以後來他們就只好 就走BOT的形式 就是說你必須說 一開始它的路 其實就有一點 走得不是那麼 很急趨啦 對 所以你就 你事後要為這樣子 等於是你要不斷的 為它去 不管是彌補 或者是擦屁股 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交部能做的 譬如說 你要怎麼樣去 就是說 他當然就是 他在一個 就是說 我要讓這個政策上路 所以譬如說 我去督導 當然他要去 譬如說在技術面 在系統 他一定要督促 遠通 一定要做好 你如果不做好的話 那你像現在用路人 這樣子 就是說可能大家就覺得 到底是不是亂扣款 或者是說 想要上去查那個APP 想要知道 我現在餘額到底多少 我也進不了 那我覺得這些 多多少少就會讓民眾 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說 這個政策 繼承政策是一條世界 等於是世界潮流 而且也是 你就是走到今天 你不可能說 那我回去 我再把那個 人工收費 這樣我再把它蓋回來 對 我想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說 現在大家就是說 有些人會覺得 為什麼政府 好像對遠通都 沒皮條 是 對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想他們大概已經 就我的了解 他們這幾年來 其實在 就是說他們設法 能夠在合約的 就是說合約的範圍當中 去跟他做一些 對 跟他做一些角力 那所以現在的話 我相信就是說 他們像 他們也對於 比如說包括 像民眾最關心的 身裝 還有儲值的問題 扣款的問題 還有客服 對 我那個 就是說高工局 他們這邊 他們成立一個應變系統 那也強力要求說 他們一定要 等於就是說 把這些民眾最關切 也是現在民怨最深的 能夠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是 大家都很期待 尤其現在就像你剛剛講 已經上路了 其實真的回不去了 就期待他能夠越做越好